连胜文昨天晚上遭到了枪擊的事件 那么凶手到底是不是冲着他来的呢 连胜文其实昨天这个助选行程 是到邦晚才交定的 原来呢这个活动当中并没有连胜文的 那凶手怎么会知道呢 警方说呢这个凶手晚会开始之前 就在现场现身 难道他已经知道连胜文要来了吗 而且行凶当下是绕过了 这个场子的主人陈红源 直接对连胜文呢就按下去开枪 动机相当可疑 身上还被搜出来了48粒的子弹 上一秒还在台上呼口号 紧接着连胜文立刻遭到枪击 倒地送医 但绰号码面的凶贤林正伟 为何枪击连胜文 还原当时原本台上的位置 从画面由左至右是女主持人 陈红源太太陈红源林德福 以及连胜文和男主持人 就在林德福下塔和民众握手时 四个人的位置图又变成了女主持人 陈太太连胜文陈红源和男主持人 而就在这个时候 嫌犯越过男主持人和陈红源 直接朝着连胜文开枪 被制服的时候 手还扣着板机准备再击发 经过了陈红源副议长 直接走向连胜文 然后又枪抵连胜文之后 迅速开枪 直接走向连胜文 直接开枪 你会认为这是一个临时起义吗 码面的真正目标是谁 根据陈红源总部透露 连胜文是26号傍晚 才临时决定来站台补选 但根据警方的盘查 枪手码面在连胜文现身之前 就已经在现场徘徊 因为他是很久 没有露面的地方角头 现身的时候 就已经引起现场议论纷纷 不知道 都不知道 种种疑点 陈红源的竞选总部 还是无法说明清楚 枪手对准连胜文的头部开枪 所为何来目的又是什么 还要再厘清 最近台北综合报道